这一长串,至少会用的总共有五个函数 Column 第1个 Raw第2个 再来用Index第3个 Mid第4个 然后最后LEN第5个 然后 还要记得锁 这个锁要记得,如果你这些都ok的话,我想以后做 这种事情应该就慢慢越来越 越来越简单了 不过你说简单 但如果你所有东西放在 一行里面 说真的要一次做对 除非你真的是已经 很有经验了,否则还是容易做错 再来你也许可以,可能要思考,因为他最多容量 你说做五个,甚至还有十个 五个以上的那个函数应用 就太复杂了 而且另外还有就是说 如果他要的是一个范围,可能要用什么大瓜糊 就正列,那个更复杂,就326那一体就要大瓜糊 Ctrl Shift加Enter 那个是正列,那个正列概念有点是在 也是有公式里面执行 那个 VBA的回圈 FOR回圈 那个 一般人可能就 所以像那种情况,干脆就叫你直接写 VBA算了 有的时候反而更简单 比如326那一体 函数可以做得出来,但是 太复杂了 反而直接写 VBA就好 那如果说今天以这一体来看 我们直接把它复制一个变VBA 希望做出就是一个清除 然后一个输出的话 这样怎么写 首先第1个,我们一样切到visual basic 第2个的话 反正已经写 我们 今天最后一次上课了 所以慢慢习惯 第1个一定是插入模组 第2个的话呢 就是插入什么 插入一个sub 有没有,那这个我想前面都有讲过了 所以你就自己熟悉一下 自己一个模组 一个sub 人事分栏 确定 OK,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写我们要写的东西 那如果你暂时还不会写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先模拟一下 怎么模拟呢 我先把这个清清除掉 意思就是说我要把什么 把这个东西 搬到这边来 复制的意思 把这边的东西 复制到这边来 当然你如果不会写回圈 你可以 你至少你会写什么 你会写那个 基本的那个什么 sale sale 跟那个 这个range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我要把 这个东西 写到这边的话 那你可以用range 不过 这边的话 来源可能要跑回圈 所以这边的话 我用sales 哪一列呢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是第2列 第2列的地体栏呢 第4栏 里面的话呢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来源 那因为他纵向 我干脆用range好了 我就用range 那哪一个储存格呢 我就跟他讲说 是b2的储存格 b2 那如果你执行 这一个指令的话 看一下执行 有没有发现 过来的 如果你下一个的话 那你就是 再来就是 这个过来 那这边的话就是把什么 过来到这边就把它改5 然后下一列 这边要改多少 改3 对不对 所以呢基本上 如果说你要一直往下写的话 其实哪边会变呢 你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可能会变动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 列的话 它一定是从第2列 一直到下面 因为会有 32 可能8 到9 所以呢 这个数字呢 会需要 从2一直变 变到9 这个数字的话呢 它会变 需要什么 4 5 6 7 4到7 所以前面部分 需要的就是 两个回圈 一个回圈 解决是列的问题 一个回圈解决 蓝的问题 那再来的话 把东西搬过来的话 那这个后面你会发现 它会变的是 2一直到 往下的话 第2列一直到33列 也就是说下面的部分的话呢 要让它一直往下 好 所以这一题啦 你可能要解决 第1个 好那个 回圈 那回圈部分的话呢 我们刚 第1个for i for j 我先把这边先注解一下 我们重新 答案你如果思考OK 那我们就开始 想说程式怎么 怎么写 第1个的话呢 我们就 列的部分 for i 等于 第2列 到第9列 Enter 两下 next OK 第2个的话呢 那 我要解决第2个 就是4到7的部分 是追 所以我习惯呢 如果蓝的话是for j 等于第4蓝 到第7蓝 Enter 两下 打一个 next 接下来的话呢 我再 就把什么呢 把这个储存格 要放到哪边 我就跟他讲 sales 这边就改成i 第i列的 第追栏 等于什么呢 等于后面的这个东西 后面是什么呢 range b2 但是我 需要怎么样呢 一直让他往下 所以呢 如果今天假设 我们假设先输出 输出这样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执行 你会发现他全部都 输出 但是你会发现他全部都抓b2 所以我需要什么 当他跑一次 就让他加1 跑一次就加1 所以呢我们前面好像有写过一个方法 当我想过 就是如果你要让这个2 一直到32能够跳动的话 那我前面想过几个方法 你可以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前面讲 你可以加个k就好了 k k等于 你就把它预设值等于2 然后呢把这个地方的2 用k来代替 那因为它是个变数 所以你不能把它写在里面 写在后面 就是 必然的 第2列给他 OK 但是记得就是 他每往下一个储存格 就让他加1的话 那就k等于什么 k等于什么 k加1 OK 程式写完了 那麦试一下 OK应该可以大概知道我在写什么啦 只是说这个 还是要再揣摩一下 毕竟有些同学可能 程式写的不够多 那我们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东西全部过来 但是呢 一样 就是说他前面还有什么 还是会有那个 前面蓝的部分 那这个蓝的部分呢 我要怎么样 刚好 可以把它去掉呢 其实也很简单 针对呢 输出的这个地方 我们一样可以在这边的用mid mid 刚刚逻辑上 mid 前刮 那我们刚刚是怎么写的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逻辑一样 这边的话是mid 然后把资料给他 所以range b n的k 那个就是 就是等同这个 后面逻辑 你可能就要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vba逻辑 一样 在vba里面 一样有mid 一样的l 但是可能你就是要把这个d 锁定 那个id的写法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后面加2 99 写法其实可以参考这个 我写的方法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mid 然后把这个资料给他 有点像把index过来的东西抓 这些道理原来原理原则差不多 逗点 第2个他问你说那哪一个字开始 那我要指向的是 那个储存格 哪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OK那这个储存格 因为呢我 会变动 所以呢变动是根据什么呢 我打一个sales 因为会变动用sales 刮符 他问你说哪一列啊 特别需要 如果是固定第一列你就给 1就可以了 1的话呢 就是固定在第1列啊 如果不固定在第1列你用i啦 不过因为我要固定在第1列 1 逗点 他问你说 Column index 哪一栏 那因为这个栏数 会跟着什么变动呢 跟着这个J 有没有 J是4嘛 5 6 7 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的话 第1列的第4栏 刚好是入职时间 第5 第1列的第5栏是这个 OK 可以一直类推 所以我这边可以把它改成J 这个写法 就等同是 我们刚刚看到那种写法 就是有点像那个 D有没有 然后把它锁一个1 那这个锁的部分 其实就是直接打一个哪一列 那这个会变动 因为向右填满的话会改变 那你就改个一个J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呢 再来就加上2 后面加两个字 因为MID的用法跟那个 刚刚 在Excel里面 逗点 后面的话输入多少呢 他问你说 几个字 跟刚刚一样嘛 99嘛 OK 那刮弧 程式写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只是怎么样 把刚刚那个 写过的那个函数 把它 搬过来 只是说有些地方 可能要转一下 尤其像这个地方 刚刚是写D 1 你就把它转成这样子 99 这一样OK 写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把它 移开 在底下执行看看 OK 那执行之后的话 看一下结果 应该是在这边执行 在这个 OK 再把它重新执行一遍 翻到底下 OK 然后把它执行 出错 为什么错呢 形态不符 这边 Range取得 入职时间 少加一个什么东西 算长度吧 漏掉 LEN 所以你要 这个地方 把那个字 抓过来之后 忘了加什么 因为我要算他 从哪个字开始 所以记得要加什么 LEN 他会帮我去算 入职时间里面有几个字 所以他把这个 这个资料 其实如果你把这个资料搬过 因为这个叫 密的是 那个资料的第几个字开始 要抓几个字 所以记得这个 刚漏掉 LEN 然后呢 LEN算完之后 里面有四个字 加两个字 从第六 第六个字开始 帮我取取 取到后面 所以他就 入职冒号后面这些全部留下来 把它执行一下 OK 这样都OK 当然如果说你将来要自动填满 刚刚我们是选这四个 快点两下 他如果说你你假设 你 要让他自动完成的话 但你可以在程式 写完之后呢 你就执行叫什么 他有个columns的物件 columns columns 哪一栏到哪一栏 你可以跟他讲 我从哪一栏 从D栏 冒号 到G栏 帮我呢 自动调整栏宽 那就点什么 里面有个方法叫 Auto Fits AutoFits OK AutoFits就是自动填满 自动调整栏宽 如果我加这个之后的话 执行 他就自动调整 所以 范围给他了 所以columns 加S columns 物件 值得就是 栏物件 里面的话 哪一栏哪些栏告诉他 AutoFits 自动调整 他就自动调OK 最后的话 当然就加一个清楚 清楚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跟他讲说哪个范围 D2到G9 这个范围 然后你可以在 Range 设计 点 后面加一个 Clear Contents 这样的话就清楚了 最后呢 你就是再把它加两个按钮 清除 人事芬兰 OK 完工 OK 因为这个城市 并不多啦 不过有一些地方 可能有些同学不太熟悉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云端上面 我刚刚写的一模一样的东西都在这里 给他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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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